肖建华社三大政治最港媒,知道太多坦白不能从宽,早前有报导称被外界称为中共江派白手套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或以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和代表机构,行贿为罪被起诉这新消息显示,肖建华社及充当政要版手套,财阀干政及金融政变等三大政治最因其知道的太多,坦白也已不能从宽广告。 香港南华稿报,上周援引消息人士称,肖建华案将于近日在上海开始审理,指控的罪名是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和代表机构,行贿9月份早些时候已经举行了一场相当于初步听证会的预审这意味着当局处理肖建华案或已接近尾声。 苹果日报报道趁肖建华被关在上海附近一个军方招待所调查由军人看守,而肖也很配合调查,问什么,答,什么要什么交代什么,特别是跟权贵家族关系。 一五一十选抖出来,都是顶级人物,不是常委就是政治局委员。 现任的前任的都有报道指,肖建华的问题远比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和代表机构,行贿这两项罪名严重。 至少涉及充当政要版手套、财阀干政及金融政变等三宗政治罪据称,因肖建华作中南海政要家族金手指范为广,程度深而且跨派系党政均接涉,被拘查后令习近平掌握了不,少前任及现任政坛大老家族违纪违法的材料。 这些材料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习近平主导于去年十月召开的十九大排除不利因素,顺利召开报道说,自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富豪在政坛建成期后,他们与权贵沆泻仪器,互为利用介入或干预地方,甚至中央政务或人事安排等,这也是肖建华涉嫌的第二宗政治罪,财阀干政。 金融政变则是2015年中国股灾期间,在政府投入万亿元就市下,两地股市仍暴跌不以市值蒸发,约5万亿美元甚至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公安部调查发现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这三大券商做空股市,中正监副主席姚刚等则充当内鬼这一事件,也被视为金融政变。 是党内倒习势力的阴谋报道,趁当时肖建华手握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的调度实力,当局认定他与股灾有关,你以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罪名起诉肖吉原于此。 有分析认为19大定局后当局依政治问题经济手段解决的传统,你以较轻的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代表机构行贿两罪,起诉肖建华是有可能的。 但肖作为渗透中南海的金融大鳄,掌握如此多中共高层贪腐内幕即便坦白招供,日后能活着走出监狱恐一难重见天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